相信不少军迷朋友们都会有这样一种疑问 飞机在航母上起飞时 航母要加速前进 这样才能保证弹射器的精准投射 使得飞机稳定的起飞在蓝海之上 那么飞机在降落的时候是如何操作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 航母都要达到最大时速 相比于起飞降落的危险性大大提高 此前就有诸多降落失败的情况 因为降落的时候飞机要勾住甲板上的拦阻锁 如果这时的航母是禁止状态 一旦勾锁的步骤失败 那就会直接面临击毁人亡冲出跑道的危险 因为飞行的甲板一般有300米左右 但是只有100米的距离是留给飞机使用的 其次航母本身的横摇和纵摇就不稳定 想要减少危害到最小状态 必须要有足够的速度 当舰在飞机准备降落时 航母要最大速度的逆风行驶 最少要达到25节以上的相对风 来保持它们之间的相对速度 为飞机降落准备充分的条件 这样才能最精准地勾住拦阻锁 这种状态下才会有更好的稳定性 以及横摇和纵摇的相对平衡 同时也有一个精准的航线做保证 虽然有着现代化的引导系统和光学系统做支撑 但是降落还是一个高危险的技术活 毕竟降落的结果就以下四种 成功、复钩、逃逸和撞剑 在高速行驶的两种物体中 保持稳定的速度和准确的下行脚并不容易 光学系统对距离的要求这些都是难题 而纠正错误就那几秒的时间 勾住拦阻锁才能成功 而高速的运行可以让飞机失误之后 被弹起再次降临 这就是航母高速前进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